好 首先找好了這張圖檔來這邊 老師選擇這張角色 這跟剛剛那張是同系列的 因為這張比較多細節 這邊 老師覺得一開始用這個來練習 對同學來講可能比較負擔比較大 那如果你想要 跟老師練習的 圖案是一樣的話 等一下老師可以把這個分享給大家 我把它丟到雲端的硬碟裡面 那請各位同學記得 這邊呢 請在做之前請各位 先 做這個 好 設一個 設一個檔案夾 記得這檔案夾蠻重要 然後呢 把這圖檔丟進去 意思就是說 這個裡面的東西都是跟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東西有關的 好 都全部放在這邊 所以 之後各位同學 在3DMAS裡面的原始檔 這些資料 也都是存到這個folder 那回去的時候只要把這folder抠回去 那這樣大家就 確保 你的檔案 不會有流失的地方 這個是 跟大家 做一些說明 那首先就是把這張圖檔在photoshop裡面 把它打開來 所以會看到把它打開 那folder shop這邊 大家都學過了 老師就不在那邊 啰哩巴說 我們需要的 終於只有兩個 一個是正面圖 一個是側面圖 那各位會發現 一側面他沒有畫手 這個沒有影響 也就是說 側面部分大概我們只要正面圖就夠 側面圖大概不太需要 那我們只要這兩個圖案 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必須把 我們要的 這個 東西弄出來 那怎麼樣弄出來呢 在folder shop裡面 我們用選擇工具 先把正面圖框起來 那框起來之後呢 這邊我要注意的就是 框起來的時候我們這個框起來的東西 我們這個框起來這個虛線框 這個選取的虛線框 邊緣必須碰到這張圖案的邊緣 四個邊都要 那我們自己框的話是不可能框到這樣的狀態 所以框完之後我們通常需要到選取下方 去做 變形選取 範圖案的範圖 再去調整他的位置 再去調整他的位置 這個工作很重要 一定要完全沒有任何縫隙 也就是完全切到 今天這個角色的邊邊這樣子 完全切到這個角色邊邊 然後呢 好了之後在中間點兩下就會確定 那這時候呢 我們確定這個選取的範圍之後 我們就按 Ctrl C 就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新增一張圖檔 這個時候 建立 因為你已經複製了所以他自動會有一個大小 這邊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362跟300 寬度182跟362啦 他解析度是300 這個東西先暫時就 確定不用動他 不用調整 然後會出現一張跟你 框選起來這個東西大小一樣 這時候我們再用Ctrl V 貼上去就好 這一張就是正面圖 喔 那請各位注意的是 這一張完 這一張就算這樣子OK的 那另外側面圖的部分就在他旁邊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請各位注意一開始的這個框起來的這個範圍 不要取消掉他 那我們在框取工具還是選取的狀態下我們可以移動他 所以我按著Shift鍵他可以平行移動我就平行移動到隔壁 喔高度是不變的喔 我們這個目的事實上是為了讓高度不改變 然後我們直接一樣用選舉 這個變形選舉範圍這個功能 我們一樣把側面的部分 修正他 然後點兩下 然後重複剛剛的動作 我們就把這兩張圖案 給裁切下來 那這樣一來呢我們這兩張圖案就會出現 那這兩張 圖案現在是在Layer層上面 事實上是新的Layer層 他原本有一個背景 那我們這個寬度的部分 請各位同學到 影像下方的這個影像尺寸 去記一下 這個要記下來 一個是 我們要換成Pixel的像素比較好 那一個是182一個乘以362 一個182乘以362 那另外一個是高度應該是一樣的喔 高度應該都是一樣的 只有寬度不同 所以182 寬度 一個362 這是確定的 那另外 側面的 79乘以362所以362是一樣的 所以只有寬度一個是182一個是79 所以這個東西請各位同學等一下用 這個要記下來就對了 那好了之後很簡單我們只要儲存存檔 另存新檔 然後呢我們直接在桌面上 這邊我們就直接選取JPG就可以了 喔那這邊請各位 記得 寫一下 檔名 請 剛存的不知道是哪一張 喔就看一下 存下來就會在這邊喔這邊應該是size 然後再存正面圖 另存新檔 一樣JPG檔案就可以 存檔 好 這樣一來呢這兩張圖檔 就算 把它切出來 而且符合我們的規格跟要求 這兩張圖 那等一下我們才會到ForeShop去把它做起來 好第二個跟大家講的是呢 有些 角色表是這樣他不對稱 喔有些角色表設計的時候 他沒有對稱 譬如像是張 正面圖沒有對稱 這時候要注意喔 喔 老實跟你們講 沒有對稱的時候請各位記得要去做對稱 啊對稱做法是這樣 在這邊先 在這邊先複製一半 然後一樣Ctrl C Ctrl V把它貼起來 喔 貼起來之後呢 這邊會有新的一半的圖案 但我們現在因為這個圖案是對稱的啦 所以 老實是拿這個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到編輯下方有個叫變形下面有個叫水平翻轉 你可以把它翻轉過來 然後再把它對回去就好 喔如果你的圖案是非對稱的話 這樣子對稱一下就可以做完 喔然後再輸出再再存檔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你選擇圖案是沒有對稱的 喔像這個沒有對稱 是特別要注意的 雖然這張側面圖也是不正確 好這部分先請大家先坐到這邊吧 好不好 好不好